大家好,去年的经济数据出来了 2021年,中国的GDP增长是8.1% 突破了110万亿人民币 数据非常的亮眼,洗大补奔,非常的让人振奋 那么在去年两会的时候 当时两会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6% 目前看当时设定的目标是比较低的 但是摩根大通还有彭博 等世界的主要金融机构 当时预计中国的GDP全年增长在8%或以上 世界的金融机构预计的更加准确一些 因为中国包括两会等等往往是偏保守一些 如果说的数字比较高 年底的数字达不到 又会被很多人挖苦一番 所以还是偏保守一些的 譬如在江时代 两会当时预计中国什么时候超过日本 要到2020年 对吧,事实上我们提前十多年就已经超过日本了 这个事情在天涯还讨论过很久 当时天涯有个帖子 对吧,说2020年怎么可能 得要2030年 但事实上到2009年就已经超越了 那个帖子当时在天涯很火 后来不停的被大家拉出来挖坟 那么从增长的部分来看 这个制造业工业依旧是增长的大头 制造业和工业增长是居首的 其中采矿、电力、热力、燃气、水产养殖、高技术制造业 还有装备制造业 也包括军工生产 是增长的最大的门类 那么细分下来呢 就是新能源汽车是增长最快的 其次呢就是工业机器人 然后是集成电路 然后是微型计算机设备 增长最快的呢 就是这几个部分 那么服务业呢 增长也是不错的 服务业增长最快的 是信息传播、仓储邮政 还有电信广播电视服务 以及卫星传输服务 还有货币金融资本市场服务等等 那么其中最高的呢 譬如货币金融市场服务 增速呢达到60% 这个货币金融市场服务 我们也知道啊 这个2020年2021年啊 这个股市啊玩的人比较多 比明显比前几年热络了不少 这个交易费啊 印花税啊 这都增长了不少啊 对吧 比上一年啊增长了60% 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CPI呢上涨了是0.9% 其中上涨最快的是交通通信费 增长了4.1% 教育支出呢增长了1.9% 这即便在打击校外培训的情况下啊 教育文化的支出呢还是增长的 那么同时啊 这个蔬菜上涨了5.6% 粮食上涨了1.1% 居住成稳呢上涨了0.8% 但是啊猪肉下降了30.3% 所以因为猪肉的下降啊把CPI的整体下降给拉了下来 在中国的CPI当中猪肉占比是很大的啊 毕竟啊中国人吃猪肉吃的是非常多的 所以呢猪肉啊在我们的日常消费当中 占所占的比例啊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那么从人口的角度上呢 城市化率啊继续上升 那么人口呢还是有所增长 就是新增人口的 新增人口啊还是比死亡的人口要多一些 多一些啊 当然多不了太多了 我简单说两句城市化率吧 这个人口结构的变化啊 也是城市化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因为新生儿基本都在城市啊 即便是农村的对吧 这个这个结婚啊等等啊 都搬到城市了或者搬到县城了啊 所以新生儿基本都是城镇的啊 即便啊我们现在或者现有的数据下 对吧这个很多农村已经不进城啊 其实也没几个进城的 农村都是这个年纪比较大的嘛 基本也不进城了 但即便不进城的 那么通过死亡率和新生率啊 啊这个人口结构的变化 城市化率呢还是逐年上升的啊 呃毕竟啊新生儿对吧 都在城市 而而这个死亡率的部分呢 呃城市和农村都有 但是农村占比更大一些啊 农村占比更大一些 这个这个也会推高城市化率了 即便啊从现在开始 没有任何人进城 城市化率依旧是往前推的啊 所以我看了一些评论啊 很多人这个对城市化率有所质疑 但是你要考虑到人口结构的变化 对城市化率的改变 那么我们的军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 是2497.9元 比去年增长8% 其中呢城镇是36.25.33 农村呢是1008.5 那么人均可支配收入当中支配的大头 是食品烟酒占29.5 那也就是说呀 衣食住行依旧是可支配的大头 那么衣食住行呢 占59.1% 那我们的恩格尔系数啊 还是过高的啊 恩格尔系数啊 还是过高的 所谓的恩格尔系数啊 就是衣食住行 在收入和支出当中的占比啊 那那个占比越高呢 就说明啊 收入的主要部分呢 还是用于衣食住行 用于文化娱乐的消费啊 还是比较低 所以中国呢 还将 或者说呀 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甚至说呀 还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处于发展中国家 那么我们的人均工资性收入 是19628元 就是19628元 占可支配收入的 百分之五十五点九 经营性收入呢 是5893元 占16.8 那么财产性收入呢 是3073元 占比啊 是百分之八点八 也就是说呀 工资性的收入 依旧是中国居民收入的主体 那么相对来说呢 我们的人均收入啊 尤其是人均可支配收入 还有还应该有很大的上涨空间 目前来说呢 还是不是很高啊 人均的工资收入 还是比较低的 再加上工时过长 等一系列的问题 还是存在的啊 加班比较多 这些问题呢 都是存在的 所以如何提高工资收入 对吧 实现共同富裕 是接下来呢 中国工作的重点 这也是为什么 一直在反复的讲 共同富裕 那除了这一点啊 对吧 共同富裕啊 或者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 还有中国现在的工业现实 就像前面说的啊 那这次GDP的增长 主要是工业啊 和这个制造业 那么在工业当中 增长最快的是新能源汽车 然后就是工业机器人 工业机器人啊 在中国的应用 已经非常广泛了 在很多地方呢 有大量的不开灯工厂 所谓的不开灯工厂啊 就是完全是自动化了 那随着中国工业机器人 对吧 更大规模的应用 更进一步的发展 很多简单的 可重复替代的劳动呢 就要逐渐的被替代了啊 在这种情况下呀 那劳动力的话语权 将会越来越低 我们也知道啊 产品的生产是由 工人加设备 对吧 等于产品啊 工人加设备 那设备占比越来越高 那工人占比就越来越低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对吧 劳动力呢 占产品的价值的比例 是逐渐下降的 那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呀 优势将会不断的扩大 这种扩大呢 会导致啊 财富进一步的集中 所以啊 对吧 就需要反垄断 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 那也说明呢 共同富裕啊 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所以我记得以前直播呀 比如就问我这个问题啊 就说这个 对吧 这个自动化呀 越来越普及怎么办啊 对吧 首先还是要解决 人工智能智能的 所有权的问题 包括人工智能呢 是很多技术人员啊 开发研制出来的 但其实也是一锤的买卖啊 包括很多工厂 对吧 一次性采购了这些设备之后啊 对于这些啊 这个包括这些制造 或者研发的这些智能设备的 人员来讲啊 一次性收入也就没有了 对吧 也就一锤的买卖 尤其是任何商品 都是有周期的 现在呢 工业机器人处于扩张期 但是当各个领域工业机器人都已经普及之后呢 出货量就会下降的 出货量就会下降的啊 那么对工业来说呢 劳动力越来越用越少 对吧 这个智能化呢 越来越智能化啊 它在财富扩张的同时呢 也会带来其他行业的萎缩 带来劳动力收入的下降 所以还是要解决 对吧 这个 这个人工智能啊 或者无人工厂啊 它的所有权问题啊 这显得非常的迫切啊 呃 并不能说是把所有的劳动力都撵到服务业上去 因为服务业并不能带来这么大的循环 而且也没有这么大的动能 对吧 这还是那个问题啊 就是当年工会主席参加福特的流水线 这个福特的老板啊 就挖苦他 对吧 你这个劳劳组织工人 罢工 你看我们现在越来 呃 越越这个流水线化了啊 用的人越来越少 你以后怎么办 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 就是如果你都是机械化了啊 不用工人了 那你生产的汽车卖给谁呢 这个困局啊 始终 呃 放在这里啊 尤其是越来越智能化 越来越无人化呢 这个困局也放在这里 呃 所以这也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啊 所以我们细看中国的可支配收入 对吧 呃 其实分化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啊 呃 这个总有很多读书无用论 但事实上呢 它还是和学历成正比的 那么在大专辑以下的学历当中啊 收入 并不乐观 并不乐观啊 其实分化是越来越厉害的 那么学历越高的收入啊 越来越高 这也和我们继一次GDP增长的 是相符的啊 就像我们说服务业吧 对吧 这个服务业啊 呃 很多都喊到餐饮难干等等 但事实上呢 服务业占大头的越来越集中到信息传输 对吧 包括呃 电视服务 卫星传输服务 呃 唯独邮政仓储占比很大 就是我们所谓的快递啊 邮政仓储 对吧 就所谓的快递 那现在各种的智能 智能送快递啊 也在研发当中啊 日后的人呢 替代是越来越少的 那其实人呢 应该成为机器的主人 而不应该成为机器的奴役 所以啊 呃 如何分配财富啊 在接下来 越来越智能化 越来越 机器人化的时代啊 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觉得也 对吧 需要啊 给出一个明确的方案来 到底是解决啊 人工智能的所有权问题呢 还是通过数字货币 发基础性收入呢 对吧 发基础性收入 让大家去消费呢 我觉得无外乎 就这么两条路啊 似乎很难有第三条路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不管怎么讲吧 对吧 GDP数字啊 很好 而且啊 GDP的增长呢 越来越往啊 这个高质量化啊 或者是高技能化 以及呃 带有科技化啊 这就这就是以前讲的产业升级 对吧 以前说呀 这个产业升级啊 呃 对有一定学历 有一定技术的人 当然是春天来了 但是啊 对这个学历比较差啊 或者没有什么特殊的技术 而是从事简单性的工作的话 就简单性重复性劳动的话 呃 至少目前看并不是一个好事情 因为这部分人是最容易被替代掉的 呃 从世界的发展看吧 就像西方为什么会有贫民窟 会有这个城市的隔离区啊 这边是 这边是富人区 这边穷人区啊 对吧 长时间的这个升职啊 各种隔离啊 就是因为啊 每一次的产业升级啊 很多人就要被替代掉了 啊 这些简单重复性的劳动呢 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 对吧 没有价值啊 所以这个两三代以下呢 就完全隔离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考虑的问题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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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